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 狂妄自大就是你藐视神 狂妄自大就是你不把神放在眼里 狂妄自大就是你好高举自己 狂妄自大就是你处处显露自己 狂妄自大最后使你坐在神的位上见证自己 最后把出于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观念 都当做真理来供奉 你看这个狂妄自大的本性 支配人做了多少恶事 要解决人的作恶 必须先解决人的本性问题 没有性情的变化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阿们 读完这段神的话 我就想起了两年前那段经历 2018年冬天 教会安排我进文字本贩 我心想我以前就进过这个本贩 还是有一些基础的 应该能进好 到了组里才发现 文稿的类型跟以往不一样 我对整理这类文稿的原则也不掌握 所以每整理一篇文稿 我都祷告神 寻求真理 在原则上都去琢磨 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我就向身边的姊妹询问 姊妹检查我整理的文稿 提出一些问题啊 我也能接受采纳 一段时间后啊 我掌握了一些原则 整理的文稿还被当作立文 发给弟兄姊妹参考 组里的姊妹都很羡慕我 我心里也沾沾自喜 心想我才来没多久 近本贩就有明显国教 看来我的素质不比组里的姊妹差 这有文字功底就是不一样啊 一天 组长让我整理几篇有些难度的文稿 我听后不但没犯难 心里反倒还美滋滋的 觉得组长把有难度的文稿 交给我整理 那不就说明我比其他姊妹有能耐吗 看来组长还是比较器重我的 渐渐地我就开始狂起来了 近百分钟遇到难处 我也不跟佩达的姊妹探讨商量 认为问他们 他们也不一定能谈出什么高见 我自己琢磨琢磨就解决了 检查佩达姊妹的文稿 我也不再征求他们的意见 总是自己说了算 记得有一次 我检查一个姊妹整理的文稿 没有征求她的看法 就私自把一处自己认为 不合适的地方给改了 姊妹有不同的看法 想跟我商量商量 我不屑地看她一眼 心想你才来几天啊 我不逼你懂原则吗 我那样改肯定有我的理由 听我的 没错 我就语气生硬地对姊妹说 这类文稿我整理好几篇了 这样改不会有问题的 姊妹见我持守自己 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过后组长在检查这篇文稿时 结合相关的原则 指出我修改的那一处 确实不合适 让我以后在原则上 多求真 多寻求寻求 这事过后 我也没有反省自己 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以后注意就行了 两个月后 组长调到其他组尽本分了 教会带领让我先担起组里的工作 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还在心里权衡着 组里就是我最掌握原则 尽本分有果效 也只有我能胜任这个工作 接下来组里的姊妹在尽本分中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啊难处 我都一一帮助解决 甚至觉得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次杨子妹在整理文稿时 遇到了难处 让我帮忙看看 我不屑地说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你把层次调整一下就行了 不一会儿 子妹又说 按照你说的调整不行 觉得不是层次的问题 是这篇文稿交通真理有点浅 听后我有点不高兴了 行行 这篇文稿是我挑选出来的 还能有啥问题啊 虽然文稿是浅了点 但内容实际 对人还是有一些益处的 我看 分明是你不掌握原则 不会衡量 我尽文字本分这么长时间 这么一篇简单的文稿 我还能看走眼吗 你这不是在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吗 我不乐意地走到子妹电脑前 拉动着鼠标快速扫描一下 然后把我的看法跟子妹说了说 子妹皱了皱眉头 小声地说 按照你说的调整感觉还是有问题 要不我们寻求下带领吧 我瞅了她一眼 心想 咋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就你这个素质 你还能不能尽好这个本分了 我就语气生硬地对子妹说 这点问题还需要寻求带领吗 你要是实在不会整理啊 我来整吧 说完看到子妹低着头 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时我心里也有些受责备 觉得这么对待子妹没有爱心 但过后我也没有寻求真理 反省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 渐渐地 组里的子妹有问题 也不怎么问我了 讨论文稿是 只要我不开口说话 大家都不敢说话 气氛很压抑 我邻里也越来越黑暗 整理文稿没思路 组里的工作果效也下滑了许多 一天聚会时啊 杨子妹对我说 想给你提个缺陷 你每次给我解决问题啊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有时多问你几句 你就有点不耐烦了 我都说你狭制了 另一个子妹接着说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你做啥事都不跟大家商量 自己就做决定 你还经常持守自己的观点 不听取别人的建议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想跟带领寻求 你还不让 觉得你挺狂妄挺自恃的 听姊妹都这样说啊 我心里有些不服气 觉着你们都说 我不接受你们的建议 啥是一个人说了算 那你们也不反省反省 是不是你们自己 掌握不住原则 替她建议不合适啊 如果你们说得对 我能不接受吗 第二天 带领来组里聚会 看到两个姊妹 都受我狭制 就对付我说 你太狂妄自恃了 让你负责组里的工作 你不凭爱心帮助姊妹 解决他们在 尽本分中的难处 还狭制人 总想让人听你的 别人提出你整理的文稿 存在问题 你也不当回事 就坚持自己的对 你尽本分 独断专心 任意妄为 给文字工作 带来打茶搅扰了 这两个月 组员清醒也不好 工作也没什么果效 你要再不好好反省会给啊 只能被承换文分了 带领严厉的修理对付 让我感到特别的扎心 尤其听到 给身家工作 带来打茶搅扰了 我这心里一颤 眼泪直往下流 我本想好好 进本分满足神 没想到 却作恶了 那几天 一想到带领队府的话 和佩大姊妹对我的评价 我这心里啊 就像插了把刀一样痛苦难受 没想到 没想到 我凭着狂妄性情进本分 给姊妹带来伤害 给工作也带来了亏损 我越想越懊悔自责 就来到沈的面前反省自己 接着我就看到沈的话说 别以为你是天生的才子 比天矮一分 比地高万丈 你并不比别人聪明 甚至可以说 你比任何一个 在地球上的有理智的人 都傻得可爱 因为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从没有自卑感 似乎你对我做的 都明察秋毫 其实你根本不是什么 有理智之人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我要做什么 更不知道我正在做什么 所以我说 你甚至比不上 一个对人生毫不觉察 但却仰赖上天的赐福 而种地的老农 你对你的人生 太不屑一顾 既然不晓得有知名度 更没有自知知名 你太高大了 你们最好 还是在认识自己的真理上 下点功夫 为什么神并不赏识你们 为什么你们的性情让他验走 为什么你们的言谈 让他恨我 你们有点忠心就自夸 有点贡献就要报仇 有点顺服就看不上别人 做点小工作就目中无神 明明明知道自己信神 却不能与神相合 明明知道自己一无是处 却仍然自己夸耀自己 你们不觉着你们的理智 已达到了难以自制的地步了吗 阿们 阿们 传播着神的话 看到神话揭示的 就是我的真实情形 敬本分有点果效 就觉着自己了不起 谁都不瞧在眼里 谁的意见也不听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丝毫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 看到我的本性 实在是太狂妄自大了 我想到进这个本分以后 掌握了一些原则 整理的文稿还被作为立文 当作参考 我的狂心就一发不可收拾 觉得自己是个人才 比周围的人都强 敬本分也不寻求真理原则了 就凭着自己的经验头脑去做 四妹提出我整理的文稿不合原则 我也没有一点寻求的心 还认为自己进这个本分 那时间长懂得多 看得不会错 就直接推翻四妹的建议 四妹有不同的观点 想跟代理寻求 我还拦阻 导致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 耽误了教会的工作 反省到这儿 看到自己狂妄得没有一点理智 丝毫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 所流露出来的都是撒旦性情 不但给教会工作 带来了亏损 给几个姊妹带来的 也是压抑痛苦 我这哪是在尽本分啊 分明就是在作恶啊 这是我又想到了神的话说 你里面真有真理了 走的路自然也正确了 没有真理就容易作恶 并且身不由机 好比你里面有狂妄自大 不让你抵挡神也不行 非得抵挡 你不是故意的 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 狂妄自大就是你藐视神 狂妄自大就是你不把神放在眼里 狂妄自大就是你好高举自己 狂妄自大就是你处处显露自己 狂妄自大最后是你坐在神的位上见证自己 最后把出于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念 都当作真理来供奉 你看这个狂妄自大的本性 只盼人做了多少恶事 要解决人的作恶 必须先解决人的本性问题 没有性情的变化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阿们 阿们 对招神的话 看到我失败的根源 正是因为我有狂妄自大的撒旦本性 经本番有了些果效 有了一些经验资本 就把自己端起来了 觉得自己比谁都高 比谁都强 谁都不瞧在眼里 特别地狂妄自大自以为是 甚至把自己的观点见见 当成真理让人接受顺服 丝毫没有一点寻求真理顺服神的心 靳本番独断专行任意妄为 狂妄到了一个地步 目中无人心中无神 我凭着狂妄性情尽本番 给神家工作带来的都是打岔搅扰 今天领导带领严厉的修理对付 才制止了我作恶的脚步 这都是神对我的保守与拯救啊 是 我想到那些被教会开除的敌基督 他们的本性都特别地狂妄自大 凭着多年的做工经验 总想在教会掌权一个人说了算 尽本分任意妄为无视真理原则 任何人都不瞧在眼里 谁要是对他们提出异议啊 他们就打压排斥谁 最后因作恶太多被开除中教会 再看看自己流露出来的性情 跟敌基督一样 走的就是敌基督道路啊 再不悔改不解决狂妄性情 这样下去就真成敌基督了 最终只能遭到神的惩罚咒诅啊 反省到这儿 我感觉到恐惧战静 觉得自己这种性情实在是太可怕了 又想到自己嚣张跋扈的样子 感觉有点恶心 我就赶紧跪下来跟神祷告人罪悔改 不愿意再凭着狂妄性情 活着抵挡神了 集会时 我跟姊妹敞开了这一段时间的 败坏流露跟敬礼认识 也表示 接下来想和大家一起和谐配搭 把本分析好 也让大家监督我 发现我有什么问题 及时地提醒帮助修理对付 之后再进本分中 组里的姊妹提出一些建议 或有不同的观点 我有时还会觉得自己的看法对 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持守自己了 能够放下自己有意识地寻求真理了 记得有一次在探讨一篇文稿时 我们又产生了分歧 我就强调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姊妹就问我 你持守自己的观点 是根据哪条原则衡量的呢 我一时无话可说 脸直发疼 心想 是啊 我根据哪条原则衡量的呢 但转进一想 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再怎么说我尽这项本分时间也比你长 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呢 我就想反驳姊妹 这时我突然想到之前凭狂妄性情持守自己啊 总是我懂依我看 就按我的来 给工作带来了亏损 我得吸取教训 不能再凭着狂妄性情做事了 是 想到神的话说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头脑能达到的 或者是自身经历到的事都有限 不可能你一个人就是万事通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懂 什么都能做到 什么都能学会 这不可能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达到 这是正常人性里应该具备的理性 所以说 你无论做什么事 是大事还是小事 都得有几个帮手在旁边 给你指点也好 给你提供参考意见 或者帮助你做有些事也好 这能让你做事更准确一些 更不容易出错 更能少走弯路 这都是好事 阿们 是啊 世上没有哪个人什么都懂 就算懂得再多 也总有死角有缺陷 还得需要大家的帮助指点 我进这项本贩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我明白真理很肤浅 掌握的原则也很有限 多数时候 只是凭着自己的头脑做工经验进本贩 就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懂得多 不用听取别人的建议 真是不知自己半斤八两 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再看看身边的姊妹 他们进本贩有寻求的心 有不明白的地方 能够主动放下脸面 跟人寻求探讨 他们的活处比我强多了 我得放下自己 学做明智的人 倾听别人的建议 和姊妹一起和谐配搭 把本分析好 是啊 当我放下自己根据原则和良事 我发现姊妹的观点是合适的 我就坦然地跟姊妹说 姊妹 你的观点符合真理原则 按照你的来吧 今天你这么一交通啊 确实对我是个不错 我这个人性情挺狂妄的 容易独断专行 你以后发现我有什么问题缺陷 多给我提提 当我这样实行的时候啊 心里感到踏实释放 没觉得失去什么 反而借着大家的交通啊 偏得了一份 在原则上也更加透亮了 嗯 之后和大家一起金本贩 大家都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 不那么受我瑕疵了 组里的工作果效也好软了起来 感谢姊啊 多亏了姊的审判刑法 我的狂妄性情 参与了一些变化 感谢姊对我的拯救啊 感谢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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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姊